这几棺材已经在海底沉睡了八百年之久 这天却突然被人打枉上来 船员们正在研究棺材 一个恶棍人却突然出手杀光了所有人 他的任务是夺回棺材 等待雇主到来 可没注意到 在满月的照耀下 棺材里的人竟然苏醒了 他就是在海底沉睡了八百年 欺欺鬼的持祖大人 莱吉罗 诗人尊称他为大贵族 选着其外来跟来到了一所学校 这里有他的熟人 而学校的董事长 在感觉到莱格的气息后 原来吸引他的是莱格身上的王霸之气 他是追随莱格千年的仆人弗兰克 感受世界沧桑巨变的莱格 决定伪装成这所学校的高中生 学习怎么融入现代社会 由于长相过于帅气 刚眼露面 板上女生就全部沉沦了 吃饭的时候还引来了全校的女生围观 这种待遇 让旁边的男同学们嫉妒坏了 而就在莱格苏醒的地方 出现了两个不速之客 身为改造人的光头M24和M21 等他们赶到 却发现观察里面空荡荡的 恶棍表示什么都不知道 光头怒了 应口仰向脖子获取他的记忆 记忆中出现了一个路过的女高中生 光头便把恶棍转化为低级傀儡 派他去寻找线索 方学路上 蓝哥正与新交代的朋友田代与阿学聊天 结果恰巧看到 同校女生被人追杀 正一感爆棚的田代 上去就是一跤 田代还没来得起装逼 却看到这个脖子上插着钢管的男人竟然站了起来 这还怎么打 几个人吓得八腿就跑 蓝哥感应到躲在后方的M21两个人 可暗于蓝哥强大的气场他俩根本不敢出来 二人商量对策时 同属一个组织的玛丽与杰克出现 虽说同一个组织 但地位却大不相同 M21二人之所以影响长的棺材 是想借助传说中大贵族的力量摆脱组织 可惜蓝哥跑没见 几个人只能兵分两路继续寻找迅速 M21恰好遇到田代一行人 却被跟在他们后面的杰克截胡了 打晕了田代等人 M21告诉杰克还有一个人 等着他再来一网打尽 嘿嘿确定不是来跟一网端你们吗 当天晚上悠闲喝咖啡的来哥 便收到了田代的求求信息 几个人被带到了废工厂 不耐烦的杰克面临恶棍杀掉他们 谁知田代生死关头爆发小宇宙 打败恶棍成功逃脱 这可把杰克气坏了 直接来了招手死鬼子 接着便亲自去抓捕他们 杰克很快把人抓了回来 还对着田代就是一顿毒打 杰克也是嘴贱的 打人就打人嘛 非要扯光头骂的废物 M21身为半成品改造人 这着实是戳中了痛处啊 光头怒火中烧 一拳就将上级杰克打飞 这有一拳是爽啊 可杰克不仅屁事没有 还烦把光头打得吐血不止 光头怒不可饿 拖着杰克直接自爆 另一边听到动静的M21 也因马力打斗起来 M21虽然操有金刚狼一样的绝招 但毕竟跟光头一样 是个半成品 完全不是玛丽的对手 前军一发之际 莱哥赶到 M21要告诉莱哥 那些高中生都在地下 自己则去拦住玛丽 莱哥是谁 也是你能随意试唤的 一旁的玛丽很生气 我可是高的改造人 敢在老娘面前装逼 发生这么大的爆炸 杰克竟然没事 正当他准备干掉田代他们时 他没有机会 因为我们的B王莱哥登场 还没等莱哥冲手 M21便冲向杰克 人还在半空 便被杰克一脚踹墙上 好好的滑水不好吗 非要打boss 该 天台上弗兰克轻松掩压玛丽 玛丽哪受过这种气 大吼一声开始变身 二档后的玛丽就是勇啊 打得弗兰克是节节败退 还不忘嘲讽弗兰克 听说你很勇啊 来哥一听 变身是吗 让我给你看点好玩的 解开封印的弗兰克 轻蔑地望向玛丽 只一招便秒杀了玛丽 下方的杰克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依旧不知所活的挑衅来哥 面对这只烦人的苍蝇 来哥只说了一句话 无论杰克怎么反抗 他都无法起身 只能接受来哥的藐视 杰克一场愤怒 瞬间变身上一个巨大的怪物 献献爆棚的他就要碾起来哥 然而来哥还是你来哥 还是那句话 为了不吓到天带他们 来哥还贴心的让他们昏睡了 趁着来哥分神 杰克终于发动攻击 包容硬压 这么久才打出一招 却被来哥一个眼神挡下 杰克瞬间化作了血雨 笼罩整个天空 大贵族的实力就是那么恐怖如斯 来哥一出手里剩个渣渣都算我说 因为M21救人的缘故 蓝剑罗便收了他在这所学校担任保安 这个男人太帅了 保安符住不住他的气质 嘴角的伤疤 让他有着一丝的狂业 只是站在那里 便吸引了大批女生围观 已经被消除记忆的天带 还会亲切称他为大叔 神秘组织的风波逐渐平静 我们的来哥继续着自己的高中生活 沉睡八百年的他 作为站立天花板的他 不想征服世界 却已经只想成为高中生 学习现代知识 他会在天带的石缸上涂鸦 喜欢吃泡软的拉面 融入校园生活的他却发现 每个人都有叫做手机的神奇物品 这东西不仅隔着千里童话 还可以拍照大游戏 被鄙视落伍的来哥坐不住了 风水后立即找到 与M21弹瘫的弗兰克 开始一本正经的消息交来 这一通知的小委屈 可怕弗兰克机坏了 必须给来哥安排上 第二天一早 天带便发现 拿着手机正在显摆的来哥 在教会来哥如何发消息后 那边正在查阅 神秘组织资料的弗兰克 便收到来哥发了一顿 严稳的消息 没想到 这家主员也有如此可爱的一面 M21很满意现在的生活 不用整天当成实验体被人研究 平时随便溜达溜达 没事还能跟扫尼大爷谈谈人生 这生活太舒服了 这天 骑辆车冲进学校 几个混混下车 对着学生就是全打叫T M21那叫一个T 在我地盘也敢论来 可现在的他正在被组织通缉 不能帮人出手 就在M21护叫增援时 保洁大爷提着扫把便冲过去 在M21殷切的目光下 大爷揍了过去 结果 根本不遵用啊 关键时刻 田代霸气出场 缠着石膏的手便挡下一拳 霍文却说田代欺负自己的女朋友 没想到啊 你天某人竟然是这种人 其实真相只是 过马路的田代 看到一个美女差点摔倒 顺手就像她只是抱一下啦 然而混混很吃醋 后果很严重 她带着小弟就来找田代算账 看来这年头不仅是老人 连美女都不能随便服呀 看着被混混欺负的同学 田代很丧气 本因为田代要大放一彩 却被混混一枪红飞 不愧是你啊田代 打最多的架 挨最狠的伤 大棍组中第一杀包 就是你 M21还在纠结上不上 来就出现在的时候 这时兽无腹肌之力的大爷 再次冲过去 却被一把提了起来 M21终于出手了 接着只应一击将混混击飞 随后M21走到她面前 一句话就把混混们吓得四丧而逃 这一次 M21不仅没报过身份 还成功当选本级逼王 平静的一天过去了 M21想起曾经的岁月 他们出生于玻璃容器中 生来就是要用来做改造人实验的 没有名字 只有编号 经历过无数次的折磨 最终只有她和M24活了下来 两个人曾约定 一起寻找自己和伙伴的名字 吹吹吹吹吹风 M21决定留在学校 完成一友人的约定 这天深夜 废弃大楼前出现两名白衣人 都有存在非人类的战斗痕迹 大楼警卫建言 警卫正准备阻拦两人 男孩眼睛一动 他们来自一个古老的吸血鬼家族 由于实力强劲 被诗人尊称为贵族 少年名叫莱斯奇 虽然个头只有一米五 却已经一百一十九岁 身旁的长腿美女 叫做赛伊拉 两人收到家族情报 后面调查失踪的棺材 与改造人组织紧气的异动 身着线索二人来到学校 门口的不是别人 这是从改造人组织叛逃 现担任保安一直的M21 莱斯奇哪里知道线索就在他眼前啊 眼一瞪又是熟悉的精神控制 看到他眼中的红光 M21想不会是来的亲戚吧 便假装被控制 把他们带到弗兰克的办公室 一百九十九岁的莱斯奇在上千岁的弗兰克面前 简直就是小孩子 弗兰克一眼认出两人也是贵族 不知受惠险和的莱斯奇还对着弗兰克使用精神控制 弗兰克都笑出了声 哼 臭小子 就你这水平还想控制我 各位查明两人的目的还是假装被控制 却也给莱哥汇报情况 经得莱哥同意 弗兰克便把二人转到莱哥班里 莱斯奇第一眼发现出莱哥的不一样 还惊叹像莱哥这样特殊气质的人类不常见呢 年轻人还不知道我莱哥的恐怖之处啊 老师再次安排田代接待新收 看来田代有向保姆发展的潜质 中午正人来到食堂吃饭 体贴的田代询问他们会不会使用盖子 莱斯奇轻蔑一笑 哼 春晚又何难 春到家的莱斯奇连莱哥都看不见 随即向二人展示一波什么才叫真正的无形装叉 放学后M21与弗兰克一头回家 想起与莱哥相同眼睛的二人便向弗兰克询问情况 见M21猜出其贵族的身份 弗兰克已不在意瞒 便向他讲述 人类还在与恶劣环境作斗争 可有一个十分强大的种族 选择庇护弱小的人类 为感激他们的庇护 人类尊称他们为贵族 M21以为莱斯奇二人都是所谓的大贵族 可弗兰克没有告诉他 大贵族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高贵的莱哥 回到家中 两个人发现家里十分让道 原来田代带着众人在开派对 看着乱糟糟的客厅 又洁癖的弗兰克哭不敢言 接着莱哥没有理他 无奈的弗兰克只好热情招待 还帮忙打下手 田代提议 既然莱与M21都住在弗兰克家中 那让莱斯奇二人也搬进来 互相有个照言 见莱哥没有反对 悲催的弗兰克有职号答应 看来大贵族第一保姆 非弗兰克不可 想帮忙收拾的塞伊拉 偶然发现M21身上 唯有改造人的标志 两个人认定M21是改造人组织的成员 肯定知道失踪棺材的线索 放学后 二人便分头行动 莱吉西在堵住M21 询问改造人组织与棺材的下落 M21虽然叛逃 却看不惯莱斯奇高人一等的模样 并没有搭理他 莱斯奇之后哪能忍 残测品的M21实力太差 几下就被打倒 重逐了别问M21 且听到塞伊拉的传音 他那边出现麻烦 原来塞伊拉的人被一群混混拦住 领头的正是几天前闹失的混混 被M21教训一顿后 气不够的他 硬带着老大来找他们报仇 填带正愁上次的事没处发现 这还自己松上门来 赶到莱斯奇二人 看到混混老大拿出枪 准备偷袭填带 M21一个顺不过去 混混被二人打跑 回家路上 M21又跟莱斯奇杠上 指责莱斯奇 人类已经成长许多 不需要贵族的保护控制 莱斯奇却嘲笑M21 身为改造人 有什么资格自成人类 好不容易到家 因为房间归属问题 两个兜兵又开始 行一轮的最胖大战 弗朗克再次被气得胃疼 而另一边 一个神秘小队 也到达了废弃大楼 他们是力手 以改造人组织的 特务部队DA5 与网日挑起两国 战争的任务不同 这次他们奉命 追查棺材下落 以及失踪的 四名组织成员 姚依斯还没有头绪 队长把调查任务 交给了队伍里的 黑客高手 星耀 星耀决定 入侵警局追查线索 而此时 阿学正巧帮叔叔 维护警署系统 这个整天和田代混在一起的眼界 竟然还是会吻和高手 两个人一弓一手 斗的是你来吻啊 交手中区烈时 脚屎关田代不小心碰到了电源 这下完蛋了 防火墙被破 阿学金帮给警局的叔叔打电话 抽一块叫 田代便帮他设置电脑 结果就看到了西奥发来的留言 田代还以为这个货是在网上撂妹子 连忙打听起对方的年龄 随之发现 对方竟然是24岁的男性 一条裤子长大的好友竟然喜欢男生 田代顿时裂开了 但作为真正的朋友 也只能默默尊重好友的决定 阿学怎么也想不到 一个电话的功夫 田代就挠不住重门一场大戏 而没有阿学阻挡 孝不仅拿到线索 还从监控中找到了M21的踪迹 队长克里斯立马下令 活住M21 不愧是特务小队 速度够迅速 第二天M21就被堵在了路上 M21还以为身份暴露 正在思考逃生对策 谁知这鲨鱼一开口 就在雷区上蹦打 非得把死去的好友M24 也拿出来一顿羞辱 M21一听 这还能忍 当即就亮出家伙 火力全开的冲了上去 不愧是第一杀爆M21 只要打架从来没有赢过 唯一赢过的还是小混混 生死关头 莱斯奇二人赶到 鲨鱼第一次见到比他还要嚣张的人 冲上去就要撕碎了莱斯基 这里举动把二人看懵了 明明很弱气 为什么还要撑枪 而这时队长克里斯一个泰山压顶 从天而降 他嫌弃鲨鱼抓个人这么费事 谁让你活捉他 又不是让你杀他 说着要带着M21回去 莱斯基不高兴了 不过M21有自己的打算 不想把两人牵连牵扯进去 克里斯又不想多事 他们就这么离开了 被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无视 高傲的莱斯基 什么时候受到过这种待遇 他愤怒了 决定下一集就出手弄死他们 这个男人生来只有一个代号M21 本是实验改造人的他 为了自由叛逃组织 以腻在了一所高中当保安 不幸的是 昨夜他被组织抓走 这会儿正在被严刑拷打 原因是他负责的神秘棺材不翼而飞 一同执行任务的三人也全部失踪 唯一的线索就是M21 M21也是狠人 又命要些组织给他死去同伴的信息 要说这个邪恶组织也是个个的奇葩 黑口西奥上次因为与阿雪交手 一向高手寂寞冷的他 仿佛碰到知己 甚至拉着阿雪面积 见面后阿雪也会来事 拉着西奥就是大哥唱大哥等 两人好的就差磕头结义了 另外一名组织成员 狙击手塔吉奥 平时在组织里孤陋寡言 妥妥的冷酷杀手 就注目一个杀神 在街上竟然被小轰轰围住 你的超能力呢 幸亏被经过的田代 以赛伊拉救下 他逮着二人做事一项感谢 那叫一个热情洋溢 好家伙 合着组织才是外人 既好组织还有了两个正经的大反派 鲨鱼跟胖子看MR样不张口 就想到那天的俩熊孩子 当天晚上两个人就堵住了ACC 可他们却不知道 最可惜够活了199年的吸血鬼贵族 上次被人无视 还在身上闷气的ACC 正愁无处发泄呢 还敢主动找上门 看到莱斯基赶在他面前装逼 也不多说 上去就是干 只见莱斯基眼影中 舍一台 胖子还算聪明 在旁边扰乱事件 这才没有让鲨鱼输得太惨 鲨鱼趁机服下 可以激发潜力的大猎丸 信心大增的鲨鱼 开始嘲讽起莱斯基 莱斯基亲密 想开启二挡 还是胖子聪明 他帮莱田带于阿雪来要血 无奈莱斯基只能贵贵投降 他们还给他戴上一种特殊的手铐 另一边 萨伊拉发现 和莱斯基信号中断 难道是签费了 察觉不对劲的萨伊拉 连忙出发 田带的电话打不通 来个库弗兰克也察觉出了不对劲 此时的小队里 正上演着一场认清大戏 阿雪认出大哥七奥 田带认出被小红尾围住的塔吉奥 一旁的M21更是老熟人了 好家伙绑过来的全是熟人 队友不好带啊 鲨鱼本想用他们的性命 交换M21的情报 谁知M21污了查清同伴的信息 硬说不认识他们 愤怒的鲨鱼 便拿着嘴欠的莱斯基撒气 这一拳一拳的 身为贵族的脸都丢光了 同样是贵族 人家塞伊拉就不一样 对上手上拿吃的胖子 看看人家的气质 再看看人家的实力 莱斯基跟人家一比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啊 爆炸的震动引起队长的注意 他派塔吉奥上楼查看 一看不要紧 正巧遇到了刚刚赶到的莱光二人 内心挣扎的M21 再也不想什么计划了 他要解救紧生的朋友 只见M21贤妹一笑 这一笑他就被打得再也站不起来 可没想到最大的反转来了 所以莱斯基这么忍辱负重 正想看看M21重不重视几人的友谊 你当这是火影呢 最后还是靠着克兰兹出手 才踏过一截 不过 好家伙又是反转 看来幕后boss终于现身 刚刚微风起来的莱斯基 才几分钟就被啪啪打脸 不服输的莱斯基 使出自己的血招雷切 可没想到队长竟然毫发无损 场面一度恶化 就在这时 那个男人出现了 没错 就是我们的莱哥 望着眼前的众人 莱哥暗叹 你们这不行了 让我来教你们正确的装臂姿势 我的话也跟打断 莱哥怒了 一阵蓝光亮起 塞伊拉召唤出灵魂武器 死神镰刀 轻轻一挥 可怜的胖子变灵了变刀 这就是贵族的实力 爱了一边 弗兰克正在对战改造人塔吉奥 法耶弗兰克紫色能量波 是一个接着一个 威力十分巨大 就是不太准 而擅长狙击枪的塔吉奥 一手瞬即是十分的六 最后还是弗兰克使用左右横跳之术 来到塔吉奥身边 就要结束战斗 谁知塔吉奥光速切枪 拿着一把消毒枪 便顶住弗兰克的头 所以说 他们法耶打什么进战 可弗兰克是谁 千年老鬼啊 随即瞬移躲开 塔吉奥却紧跟着他 疯狂点射 两人你追我赶 塔吉奥不装了 他排了 直接吞下腰王开二挡 浑身散发着蓝光塔吉奥 就是用 还没等弗兰克反应过来 收的一下就来到弗兰克身后 很快啊 可你捕刀就捕刀 非要多嘴说要去解决来哥 忠心忽忽住的弗兰克 当场就怒了 也不管主人的命令 当场解开封印 就是你小子是吗 刚才挺拽呢 刹那间 令人恐怖的气息 四向开来 紧一击便中伤塔吉奥 还把他的枪给溶解掉 憋屈的塔吉奥只能逃跑 回忆杀出现 一想到自己生病住院的妹妹 还在等他 顿时小宇宙爆发 不仅躲过弗兰克的大招 还划上他英军的脸庞 可惜 千年老鬼还是太强 一招把塔吉奥插成筛子 就在准备捕刀时 塞伊拉突然出现 一照面 两个人也不装了 原来理事长不是普通人啊 吃惊吃惊 小宇拉你也不错呀 联合武器帮帮呢 而塔吉奥看到小宇拉 便让他快去救田代 他觉得很对不起他 把他牵扯进来 一听这话 弗兰克转头就走 果然 反派小喜白 不仅要长得帅 还要认识熟人 不过 哪里用塔吉奥关心 田代不仅没事 还在一旁为莱哥大喊 溜溜溜溜 莱哥一句话 便把队长克里斯 吱压得死死的 勉强摆脱控制的他 小腿一蹬 莱哥一只手便抵挡住了 他整个进攻 严出发随 一个滚子 克里斯便飞了出去 无能狂暴的他 只能甩出几个小刀片 当然 没了卵用 暴躁的克里斯 命令塔奥喝药 吸收掉鲨鱼的他 不再晚装 准备再吸收掉塔奥 塔奥悲壮地 向克兰斯走去 可能 这就是改造人的命运吧 才不是 我塔奥可不是这么蠢的人 只见他一个后空翻 再次逃跑 我怎么可能去死 我还要保护这里的孩子呢 听听这话也说 如果就走开了 被稀傻的克兰斯 就要杀掉塔奥 竟敢忽恕我来哥 一句停下 克兰斯便被乖乖定在原地 简单粗暴 战斗就此结束 第二天 塔奥醒来 发现自己不仅没死 身边还躺着M21 不仅如此 塔奥与塔奥二人 也赞助弗兰克家里疗伤 夜幕降临 M21 毒气在阳台发出灵魂三连 我是谁 我为什么这么弱 谁都能打我 我还不如死掉算了 来哥就突然出现告诉他 不 孩子 你一点都不弱 说着用M21的鲜血 擦拭在嘴角 眼珠发髓 开 一句松醒吧 M21便不受控制一般 化身成狼人 与床是新鲜的M21不同 双塔二人组可就没那么好受了 再得知 自己只是队长的营养品 视若生命的妹妹 也是组织篡改的记忆 他就要崩溃了 他要建议 我们也叛逃组织吧 只要黑进组织电脑 篡改一下资料 我们就可以溜出大截 作为叛逃组织先驱者的M21 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决定帮助二人 他请求弗兰克收留他们 主任没反对 可怜的弗兰克能怎么办 弗兰克你还敢说自己不是保镖 不过也不能白时白着 保安三人组就此诞生 群像董事长是上千年老妖怪 身边的三个同学全是贵族 田代很郁闷 自己的同学走到哪都会被女生围观 浑身散发的贵族气息 自己却是如此的普通 可怜的他最近殷勤所困 他喜欢上头发女生赛依拉 这个女生可不简单 她是传说中的贵族 无奈的田代决定找人帮忙 首先是帅逼保安三人组 一听田代有难 几个人还拍着胸口说 随便说啊 帮不了你算我输 但当听到是追求女生时 几个人都是单身狗 哪里帮得上忙 不过还是询问了田代的暗恋对象 一听是三一拉 三个人更怂了 可来哥突然出现 去帮忙 老大发话小弟能有什么办法 他傲藏合适的约会地点 他急要教田代约会技巧 真是一帮猪队友 好在学校里还隐藏着一位千年老鬼 几人连忙去询问校长 弗兰克一听 表白 多容易的事 没想到校长更不靠谱 几人只好去询问 三一拉的同伴 莱吉斯却表示 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两人虽然都是贵族 但也仅限合作关系 随得一套MR1 当即就嘲讽莱斯基 果然你这家伙屁用没有 两个人正要大打出手 莱哥又来了 莱吉斯协力 价毛的莱吉基顿时化身小绵羊 加入田代约会互助小组 既然表白嘛 第一步当然是先写情书啦 可几个人的建议是各不相同 情书写的那叫一个乱七八糟 田代再也受不了了 随手把情书扔到一旁 他决定直接用行动来证明 首先找到夏依拉所在的体育场 然后分为两组打篮球 用田代风骚帅气的阴金 俘获夏依拉 比赛开始 田代率先抢到球 球直接传到莱哥手上 只见莱哥气场全开 整个赛场都充满了压迫感 紧接着莱哥迈着优雅的步伐 哎呀 看来我大贵族莱哥是运动白痴啊 比赛再次继续 田代抢到球 正准备把球传给同伴阿学 可阿学被人防守 球再次来到莱哥身边 只见他优雅的拼头 躲过了球 蓝斯基控球 直接带球突进 一顿高端的花式硬球 秀翻众人 LMR要连忙不防 并提醒他不要忘记比赛的目的 他才不管这个 为了那该死的胜负月 两个斗逼当即打起了争霸赛 一顿暴控灌篮 完全忘记好兄弟田代 最后关头 由于失误 球来到莱哥旁边 莱哥十分给力的将球传给田代 终于用了表现机会 田代上去就是一个大灌篮 谁知 他急要突然出手 盖帽后撤三分 一气合成 田代彻底破坊 你们都是捣乱的吧 放学后 想到身边竟是一群猪队友 田代就能放弃 谁知 莱斯基学拉的女神 塞伊拉拿出了田代扔掉的情书 原来是被莱哥捡走 送给了他 来个神助攻啊 田代害臊的简直想找个地缝 钻进去 塞伊拉不仅没有建议 相反还给他发了一张好人卡 可怜的田代 就这样结束掉了他的初恋 而在另一边 一群贵族正在开会 他们收到来自其二人的留言 与疑似贵族的人接触 接着二人便失去了踪迹 于是决定派人前往查明原因 他们还不知道 这里可没有什么贵族 只有一位传说中的大贵族 一些不苟的白发 体贴和身的白色西装 这个绝质优雅的老爷子可不是一般人 他是一名古老贵族 家族组长的他只是轻喝一声 便惊动学校里所有贵族 保安三人组上前拦截 却遭到他轻蔑一笑 哼 区区改造人 找死 幸亏莱斯基和赛伊拉及时赶到 三人才面糟一劫 霸道老爷子是莱斯基家族的组长 名为凯肖特尔 他大事孙子就是一顿训斥 话还没秀完 却被人打断 训练正话的老爷子很是不开心 正想看看是哪个混蛋 却发现竟然是老熟人 虽然正是千年老鬼弗兰克 有弗兰克的地方肯定守不了莱哥 见到莱哥 老爷子顿时怂了 凯肖特尔解释此前的目的 以及这八百年间 贵族内发生的动荡 由于上代贵族之王 罗迪一众老家主死亡 贵族实力出现断层 继承现任罗迪称号的是个小姐姐 手底下的家主也都是寻笑年轻 听来一切的莱哥没什么反应 只是淡定的喝了口茶 老爷子想起来哥回领地 向现任罗迪解释清八百年前那场动乱 澄清上任罗迪致死的原因 莱哥是谁 贵族中的顶点 需要向一个小姑娘解释 不仅不走 凯修特尔也不能走 就这样又一个人被安排在弗兰克家 弗兰克虽然很不情愿了 也只能让他暂时住下 还警告他不要惹事 老爷子不安时弱 嘲讽以前冷血无情的贵族猎人 如今却是一个听坏的乖宝宝 话说八百多年前 由于看不惯某些贵族高高栽生的态度 弗兰克不仅把自己变成了改造人 还疯狂猎杀贵族 自此贵族出动骑士团开始倾向他 骑士团却说弗兰克不要执迷不误 弗兰克狂笑 哈哈哈哈 就凭你们这群杂鱼吗 只见一招万箭齐发 骑士团全眼扑该 巨大无比的光波吸引来了两位贵族家主 这位吉利法伙伴 是凯尔提亚家主 雷卡 弗兰克人狠话不多 直接下手 但对于对方来说 二打一可不符合贵族礼节 雷卡决定独自出战 一招引流之术 直接掀翻弗兰克 弗兰克怒了 牵狗偷袭 那就来试试我这招天罗帝王 两人打的内饰旗鼓相当啊 雷卡面子有些挂不住 身为贵族的他 竟然打不过一个人类 刷的一下抽出了自己的灵魂武器 这造型还敢说你不是蓝灵王 弗兰克轻蔑一笑 灵魂武器嘛 火也有 出来吧 暗魂猎枪 顿时凌冽杀气震惊全场 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贵族 随意支配人类的生死 今天我要代替人类 消灭贵族暴政 然而才没打夺走 暗魂猎枪的能量突然不受控制 弗兰克暴走了 整个天空都涌现出暴虐的杀气 见此前景老爷子无奈也召唤出了灵魂武器 与雷卡一同冲上前去 随着一声轰鸣 弗兰克恢复神志 带着伤趁乱逃跑 黄狼之中 他跑到了一处阴暗古堡 感知没有活人存在 准备再次养伤 却没有想到 窗口碰到了一位美男子 此人正是传说中的大贵族 莱杰罗 急着的他连忙说 自己是主人新安排派来的仆人 兄弟你也是吗 来个面无表情的开口 我就是这里的主人啊 这脸打的是啪啪啪响 两大家族追来 看到莱哥立即单膝下跪 弗兰克当场哭了 没想到 自己竟然跑到boss老巢 这下五名修矣 莱哥看到受伤的弗兰克 眼中红光一闪 当场赐予弗兰克一套工作制服 并告诉他俩 这是自己仆人 两大家族也是硬气 转身就走一刻都不停留 就这样 五年过去 弗兰克小日子过得是十分优先 每天看看小活 没事就绕进发 我爸雷卡干干架 两个人都有灵魂武器 霹雳狂狼就是一顿揍 可惜啊 弗兰克不吃酒 动不动就要暴走 暴走完身体更是被掏空 另一边白发老爷子 正在拜访莱哥 高贵的莱哥 庇护低利的改造人 让很多贵族十分不满 而且都五年了 族长罗迪都没见到过你老人家 就算不给面子 也要让弗兰克去见见吧 于是当然 莱哥便被弗兰克说 小蓝啊 你看 斗兰五年也没出过门 这样宅也不好吧 去见下罗迪吧 弗兰克你听不对啊 你也没出过门 莱哥却说 已经习惯从这扇窗户 看向外面世界 一会的弗兰克决定 第二天向罗迪询问原因 眼前这个金发飘飘的男人 就是罗迪 整整五年 他终于见到大贵族莱哥的仆人 他以后弗兰克 为什么不与莱哥签订主仆契业 弗兰克放了不下 他身为人类的矜持 成为贵族的永久仆人 罗迪去笑他 这个其余能共享莱哥的永久生命 而且莱哥贵为贵族的守护神 你这近距离接触莱哥的待遇 好多人都陷不来 弗兰克突然有些生气 原来莱哥不能离开 都是因为要守护这些贵族 他只问罗迪 这种无趣的制度为何不废除 他很是心疼莱哥 罗迪却哈哈大笑 千年的规矩 且能说遍作遍 弗兰克走后剩余的贵族都很气愤 尤其是一个小红毛 某天小红毛找到机会 要与弗兰克单挑 弗兰克轻蔑一笑 还有这种不知死活的东西 共鸣吧 暗魂眼枪 小红毛也是战一招红色螺旋玩 两个人打得势均力敌 可小红毛非要嘴贱 说莱哥的职责是独自一人 守护贵族的荣誉 听到这话 弗兰克彻底暴怒 就是有你这种垃圾 莱哥才被束缚在古堡 暴走的弗兰克戳下了红毛一只眼睛 两大家主都无法阻止入魔的弗兰克 关键时刻 莱哥与罗迪现身 莱哥被一发刀气武伤 可他并不建议 随手一擦 展开领域 整个竞技场瞬间被血污笼罩 弗兰克直接使出最强杀招 他轻轻拂过弗兰克脸上的血迹 放在自己嘴边 苏醒吧 弗兰克 严好生的弗兰克从古堡醒来 莱哥既没有责怪他 也没有熊问他 生活还是与往常一样平静 但弗兰克还是发现 莱哥搜了香 他终于下定决心 将自己的血滴入茶中 与莱哥签订去约 永远成为莱哥忠实的仆人 前年前屹立于贵族顶顶的大贵族 莱杰罗 因与改造人弗兰克的念缘 而引发贵族圈内的动乱 最终 莱哥陷入沉睡 弗兰克黯然离去 经过800多年的沉睡 莱哥苏醒 王主归来 察觉到莱哥中期的 现任贵族组长罗迪 先派出莱斯基与塞伊拉调查此事 二人却被莱哥魅力折服 直接切断联系 无奈罗迪又派出家主 凯修特尔先去调查 看到莱哥终于拥有自己的生活后 回到贵族领地的凯修特尔 决定隐瞒此事 生了王 怎么会不带点降制光环 他下令关押老爷子 既然打不过莱哥 于是罗迪派出拉尔 把身为家主 却当更违抗命令的塞伊拉带回 电影型的气软怕硬啊 拉尔是个十足的变态疯子 以前的弗兰克跟他比起来 就是个正常人 刚来到学校 他便施展大规模精神控制 惊动学校里所有人 随后被保安三人组拦下 这低劣又散发着恶臭的改造人 随即一进 黑虎掏心将M21大成重伤 还嫌弃他的血 占捂自己的手 可怜的莱斯基让拉尔不要发神经 却被拉尔单手提起 三人组都惊住了 莱斯基实力在众论中 也算是数一数二了 从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最后还是萨伊拉开口 他才放过了莱斯基 拉尔恳求 萨伊拉与他一同返回领地 却遭到拒绝 想发疯的拉尔 却被警告 如果不想关禁闭 便趁早离开 拉尔虽无奈退去 零售前也撂下一句 我还会回来的 傍晚几个人向莱哥汇报情况 这个疯子 当年因被赛伊拉拒绝 当场发疯 最后被自己的哥哥 抓回家关起来 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神经病 不想事事劳反莱哥的赛伊拉 晚上独自去找拉尔算账 察觉到的莱哥 本想暗中出面保护 却被弗兰克拦下 莱哥刚刚苏醒 还没有完全恢复 身为最贴心的仆人 弗兰克请求由他代表 拉尔毕竟实力强健 莱哥偷去弗兰克 解除封印 有架可以打的弗兰克 十分开心 遵命我的祖人 这边赛伊拉找到拉尔 拉尔一定很高兴 你是来找我约会的吗 原地结婚吧 你身边的改造人 莱斯基都是一群垃圾 只有我才配得上你 听到他这种高高在上的话 赛伊拉直接拒绝拉尔 我就算饿死 死外面都不会嫁给你 听到这话拉尔都红了 幸亏弗兰克及时插手 小伙子 像你这么直男 活该没有女朋友 拉尔突进到弗兰克身后 却连他的猫都没有碰到 来到我学校闹事 还敢打上我手下保安 拉尔 你可知罪 熟悉的天魔定网 打的拉尔是包头鼠窜 只见拉尔使出多重影分身 再次突进到弗兰克身后 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弗兰克邪魅一笑 漫天的能量枪刺穿拉尔的手臂 太弱了 拿出你的灵魂兵器 才有资格与我一战 原来当年金发尾巴 将自己的武器一方为二 拿出灵魂武器的拉尔 自己心心爆棚 上去就给弗兰克一个X战 哼 终于有个能打的对手了 随着一声怒吼 尘封多年的暗魂眼枪再次出现 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各种能量大招倾袭而出 整个城市都受到波及 为组织战斗 塞尔拉决定出手 在莱斯基的战斗下 塞尔拉找到机会 击溃拉尔的灵魂兵器 拉尔很受伤 我怎么爱你 你嫌这么对我 哼 既然你无情 别怪我无意 随手甩开王令 贵族王罗迪的命令 塞尔拉不敢反抗 最后拉尔便带着他离去 他身为贵族中的王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却始终换不来那个男人的效忠 800多年来 他不断派人寻找 却都无功而返 就连陪伴他的长辈 都因为他选择背叛 这里是贵族仪式大厅 新任贵族王罗迪 正在质问被带回来的塞尔拉 身为贵族家族的他 为何要与叛徒来接罗迹处 塞尔拉却拒绝回答 那个男人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 让每个遇到他的人 都心甘情愿替他隐瞒 罗迪气急返向 直接发动精神控制 如果不是其他几位家族 极力劝阻 罗迪如此粗暴的拷问 塞尔拉可撑不过去 仅仅几天 一位贵族中国红化石 一位年轻家族 都因贵族叛徒 莱吉卢尔入狱 几位年轻家族正念叨 莱哥到底什么来头 却听到门卫汇报 有人来飞机进入领地 他们不知道 我莱哥就在飞机上 时隔820年 莱哥再次回到贵族领土 带着仆人与莱斯基前来救人 莱哥的家如今被封为禁地 再次回到古堡 这里竟然散发着恐怖的气息 弗兰克让贵族之耻 来自己看家 自己则跟着莱哥上网查看 没想到 石魔后 竟是前任罗迪 灵魂武器 世界末日剑 本该传承与现任罗迪的武器 却莫名出现在莱哥家中 而门外的莱斯基发现有人靠近 原来是追查踪迹的骑士团 莱斯基蒙上脸便出手 可这耀眼的白发 与这一拟我的个头 简直多此一举 不愧是贵族支持 没几下的面罩便被人打下 这可就尴尬了 突然传来一阵枪声 莱哥后援会闪亮登场 首先亮相的是 No.4 狼人 LM21 接着是No.2 狙击兽 塔吉奥 最后技术之言 No.1 塔奥参上 作为优秀阳光 关键时刻 怎能不为老板翻腰 于是三人偷偷留进飞机 冒着领核犯的危险 前来救驾 由于莱哥的缘故 两大家主都被关入大牢 莱哥被怀疑为 杀害前任罗迪的凶兽 三人组很是耗尽 现任罗迪格雷亚 另一旁的仪式大厅 气氛十分为妙 骑士团竟遭到来斯基起 前有祖父 后又是孙子背叛 胜怒的罗迪下令 他将亲手出死百发疏 其他家主纷纷反对 由于前任罗迪的死亡 贵族之间发生内乱 作为唯一的长辈 如今所有的家主 甚至格雷亚 都有白发疏教导长大 炉上格雷亚也在挣扎 父亲生前十分繁忙 平时只有白发疏陪着他 可就在那天 偷偷跑到花园滩 自己明明这么拼命 却被父亲轻盈否定 再次来到金楼 本想听到白发疏坦白追行 却听到白发疏甘愿受罚 暴论他返回议事大厅 当即决定处死白发疏 抓捕莱斯基一行人 听到白四人组也被拉尔拦下 得知祖父将被处死 莱斯基先走一步 有保安三人组拦截拉尔 独生M21疯狂嘲讽 双塔子在远处之远 一时间吉人打得难手难分 身为贵族的拉尔 发动灵魂武器 瞬间局势逆转 这时他哥哥金发奥伴 感觉到了一股强者气息 这股气息不是别人 正是前年老鬼弗兰克 拉尔还在逼逼弗兰克 若即一个 转眼他却被插成了筛子 作为能与上代家族 马尾欧巴大战三百回合的存在 欧巴直接掏出灵魂武器 弗兰克也掏出反贵族宝具 暗魂艳枪 刹那间 能量四义 警方欧巴根本无法撼动弗兰克 这就是被上一代贵族王 所认可的恐怖存在 一时大天 望着被压伸了的白发疏女赛伊拉 格雷雅怒斥二人竟然探护叛徒 死到临头还有什么话说 还是太年轻呀 别说贵族的保护神 光是区区仆人弗兰克 都没有家族能与之抗衡 白发疏很无奈 格雷雅 你听说一句劝 贵族的水太盛 你把握不住啊 赶紧给来个认个错 格雷雅大怒 拔刀就要出自白发疏 就在这时大门敞开 那个传说中的男人终于出场 宿命的究格 贵族王女终于见到那个他 什么叛徒什么罪人统统不重要 这个女人只想知道 为什么父亲不爱他 就在贵族王即将出自两位家主时 莱格终于赶到 年轻的家主们还不知道他的恐怖 竟然敢上前单挑 他决定给他们上一个 首先单挑莱格的是伤疤男 看着剑术体格 没想到伤疤男竟是法爷 坦手就是一阵能量波 不过连莱格一脚都没擦到 气急败坏的他选择肉搏 不仅被莱格轻松控制 还被当场丢回去 莱格的强大 不仅没吓到年轻的家主 接着登场的红发紧 直接召唤出灵魂兵器 卡兹兰大眼镜 能量倾斜而出 再进一发蓄力大招 哼 花里胡哨 莱格轻心抬手 所有攻击全部反弹 剑兔般有奈 射念家主连忙使出绿色结界 气急也两次就想困住莱格 莱格直接使用精神支配 瞎主 天王老子来了 也要跪下 格拉雅终于出手 身为贵宿的他 必将在这一战里照顾尊严 抬手间 鲜红的薰热之力 便向莱格飞去 还是被莱格轻松拦下 他愤怒的向莱格劈去 反被莱格一巴掌排飞 太弱了 太弱了 莱格很是失望 面对莱格的不屑 格拉雅很愤怒 让你见识下贵族王的绝招 血液磁场 暴虐血液充斥着整个城堡 这么强大的力量 还甚无法伤到莱格 格拉雅很崩溃 为什么你这么强 我打不过你 我好弱 孤身余的我还是去死吧 年轻的家主急忙上前挡住 王 你还有我们呢 贵族的骄傲不允许被玷污 反而给三人组 决定再次挑战莱格 三人虽然配合默契 但在大贵族面前还是太弱 莱格施展精神支配 便将几个人轻松制服 看到这些年轻小家伙 莱格决定让他们见识下 什么才叫真正的血液磁场 好好看好好学 生死关头 格雷雅小宇宙爆发 他同样使出血液磁场 两股咆哮的力量疯狂对撞 他成功划伤莱格的脸 莱格心愿地笑了出来 哼 不错呀 你既然能划伤我 你作为贵族王罗迪合格了 所以整部剧反派目标 就是划伤莱格脸吗 由于使用太多能量 莱格身体有些撑不住 幸好即使赶到的弗兰克 将了辅助 莱格将手中的罗迪之剑取出 没想到两把剑合二为一 原来你就是磁雄双骨剑 一道金光闪过 刘备将出现 哦 并不是 里面是上任罗迪的惨念 原来上任罗迪觉得 贵族们活得太久了 没有一点上金星 天天像一群咸鱼 于是他决定 戴地老爷被家中有眠 寻找生仙气息 贵族交予年轻人统治 却引发贵族内乱 幸好白发叔被留下 辅佐新一代贵族王 没想到 失去父亲的格林亚 深受打击 变成咸鱼 外面又传了扬言 莱格是杀害罗迪的凶手 在仇恨的驱使下 格林亚重振其鼓 看着恢复惊人的格林亚 白发叔默许了这个说法 这才是造成格林亚 与莱格对峙的最终原因 没想到呀 你这个浓眉大眼的白发叔 一声不吭 丢过来这么一个大灰锅 误魂终于被解除了 贵族王与大贵族重归于好 故事结尾 大哥再次回到学校 开始自己的高中生活 格林亚也离经图治 是必下次再见面 夺走那个男人的心 大贵族的第一季的故事 到结束 你有什么想看的动漫吗 评论区告诉我吧